华联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政伟涉嫌诈欺洗钱案 19号遭检警大动作以关系人的身份带回厘清 并在20号将人移送至地检署复训 而训后以100万元交保 而李政伟则感谢各界的关心 因为侦查不公开 现阶段不方便说明 而他表示会陈述事实争取清白 华联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政伟涉嫌诈欺洗钱案 19号刑事警察局会同华联刑大兵分多路 大动作搜索华联市民代表会与李政伟的住处及公司等地 并以关系人身份将他带回厘清 并在20号将人移送至地检署复训 训后以100万元交保 经检察官复训后认为李信男子等12人 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重大 而预议李信男子交保新台币100万元 至于个人币商及上游的币商 张信男子则交保新台币100万元 其余个人币商及相关的犯险则分别 预议交保新台币5万元至10万元不等货限制住居 而本署后续将继续清查虚拟货币 进行了分析查明本案之犯罪事实 透过调查监警发现 这些诈骗所得所购买的虚拟货币 其中一部分是透过低价买卖方式 进入李政伟公司的账户中才被提领出来 目前还需要厘清整体金流与炸团之间的关系 而李政伟则感谢各界关心 因为侦查不公开 现阶段不方便说明 但他会陈述事实争取清白 记者 徐立芹 华林市报导